九牛一舞 漢武帝时,将军李宁带兵抵御匈奴 因为寡不敌众而投降 朝中的大臣个个都谴责李宁 说他胆小无能 唯有太使令司马迁帮他辩护 向皇帝直说 陛下,李宁只是带着士兵五千人 而匈奴的骑兵多达八万人 在重重围困之下,还能够坚持到底 打了十几日的仗,杀伤了对方万多人 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领 现在至少他的功劳可以抵上他的罪过 漢武帝听到司马迁的话,顿时怒气冲天 大胆,你竟然帮李宁那个叛徒说好话 难道你和他是同党? 臣下只是相信李宁将军不会叛国 岂有此理,人来,立刻抓住司马迁 运他进大牢里面 后来,司马迁在狱中受了极为残酷的护刑 精神和狱体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 他曾经想过要自杀 但是他又想到 如果我就这样死了 就好像在很多只牛身上 少了一条毛一样,微不足道 那和死了一只矮又有什么分别呢? 于是他忍受此欲,坚强地活下去 终于努力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了 在《史记》了 《史记》了